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务员 买单 一块五十 多钱 五十 你这面也太贵了吧 海鲜面本来就五十 有海鲜吗 这是啥 虾米 算不算海鲜 算 海带是海里对吧 算不算海鲜 算 那你要这么说我窗用圈在海里边游两圈 那也算海鲜呗 海归当然也属于海鲜 你骂人是不是 这是海鲜面 吃海鲜面就得给海鲜面的钱 普通面啥是 那样的 你这不坑人吗 你这不坑人吗 哥你可不能乱讲话啊 我们这是正规店 我们的面都是明码标价的 是你自己也没弄明白 我看你是想吃面不给钱吧 熊农村 你说啥呢 我看你就是没有钱 骂人是不是 老妹 不就是一碗面吗 至于说那么狠的话吗 我告诉你 我也是土生土长农村人 农村人是靠自己能力挣钱的 他不是偷地不是强的 我们农村人是最值得尊重的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你行行行行 来 这兄弟这个单我也买来 记得啊 以后关好你这张助理 张哥 谢谢你 不用 兄弟啊 我们公司呢 正在招人 这个呢 是我的名片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过来试试 谢谢张哥 看来天脸了 这是我的福地呀 你去吧 你吃了呀 我不吃啊你去吧 你吃 也我不吃 你去吧 小丽 你咋的生气了 你不说你不吃我才吃的吗 你要印给我我能不吃吗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小丽 我心里咋没有你呢 我恨不得把心掏给你 你还气我是不是 我还气我 小丽我错了 最后一个葡萄也不给我吃 小丽 别生气 最后一个葡萄也不给我吃 你起来我还勒你 练练看呐 那葡萄你咋不练呢 葡萄你 别给我提葡萄滚 这就是我人生的起点 是你的啊 是我 自我介绍一下吧 唉 领导 我姓月 叫月光 月飞的后人 京东报国是我的志向 我从农村来到城里 就是为了盖一番事业 回报家乡 回报祖国 你当过牧家 可以说是十分精通 你当过领导 在小学时候当过劳动委员 也属于是一个班级干部 能吃苦啊 能耐劳能吃苦 唯一特长会打鼓 领导要是信任我 我敢上山去打鼓 好 你说得太好 而且非常幽默 小光 看到你 我就想起了我想当年来到这个城市 领导 只要你给我个机会 我还你个奇迹 好 就凭你这股冲劲 我宣布你被录取了 真的 嗯 谢谢领导 对不起啊 领导 那我负责哪啊 整个办公区都有你负责 都有我负责 嗯 那我们我们部门主管是谁啊 你呀 我还是主管 嗯 领导 放心 我一定好好工作完成任务 李秘书 嗯 带小光去换衣服 好 今天就正式工作 不 不会是大公子了 还有发福罗呢 非常合适 英姿杀爽 领导 你不是说我是部门的主管吗 对啊 整个保洁部 就你说的算 保洁部几个人啊 一个啊 那你说让我负责整个办公区域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吧 我明白了 整个办公区域的尾声 有我一个人打扫 小光啊 你真聪明 这个年轻人呢 就得好好干 要想成功 别埋怨 拿着 好好干 加油 哥 还没走 哥要我问你商量个事 说吧 我感觉我做保洁有点大材小用的 目前在我们公司呢 就三种职业 一经理 二经理秘书 三就是你保洁 你想干哪个 保洁我只想是不想干了 秘书呢一般都是女的 我干不了 你想当经理 我想当个 副经理 现在大的公司 都讲究是精兵减政 办事效率 这一个部门有一个人就够了 像你这种有能力的人 最适合做保洁工作 在我们村里有保洁能力的人多的是 我跟你换一个吧 不用了 一个人就够了 哥啊 来到这儿我是想干一份大事业 我是想赚大钱哪 想赚钱 对 赚钱干啥呀 让我爹妈过上好日子 过上幸福的生活 好 就凭你这个孝顺那个劲儿 杨哥帮你 走 跟我来 来 哎呀我去 哥呀 这屋长得 太太近了 还行吧 哎呀 小光啊 你真想挣钱哪 哥 太行了 先把衣服脱了 哥呀 我确实缺钱 但是 这活儿 我干不了 小光 你想啥呢 我是说你把外衣脱了 我怕你热 吓我 吓我你老挖汗 小光 我有一个朋友 我是个大老板 目前他的公司呢 正准备要上市 他可以给我一部分原始物 一旦他公司要是上市以后 股票就可以翻成十倍 就这么说吧 你拿二十块钱 就能变成二百块钱 你拿十万块钱 就能变成一百万 哎呀 那多块钱一股啊 我估计最少得二十块钱一股 哥 你给我来二百块钱 你二百块钱 你买菜呢 就投也最少得投一万股啊 一万股 嗯 那一万五点二十万 我上哪整个东西都捡进 目前呢 我手里都有十万块钱 这样 你再臭十万 咱俩买二十万的 不就完了吗 哥呀 不瞒你说啊 我连十万块钱都没有啊 那拿到吧 我也帮不了你 哥你爷爷爷呀 好不容易有这个赚钱的机会 咱们不能失去啊 你呢 也别太为难 跟哥挣钱的机会 多的是 哥 这么点 我回答先生的办法 管亲戚和朋友借钱 我尽量凑起也得十万块钱 来 老同学 我郁光 我现在借了钱呢 喂 黄博啊 我郁光 是 老同学颜一如吗 大哥啊 兄弟有难了 看他多年感情的份上 你得帮我呀 老耿啊 我跟你说个事啊 月光啊 你先听我说 不想管你借点钱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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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ing 我做的 小丽 你不想看我 我做的 好 我都用你去的 小丽 你说你啊 走哪儿还带个小王伯 这回得到教训了吧 什么教训 以后我再也不吃谱了 就你这种智商 人家骗你就问对了 病囊过来 你来正好 最近手里边有个好项目 稳定不赔 不 我现在不想挣钱 我就想找到小丽 你还不明白吗 没有人不喜欢钱的 只要你有钱了 找到小丽 她才能死心塌地的跟你过 即使你找不到小丽 咱哥们手里有钱 什么样的女人她找不着啊 真的吗 我能骗你吗 你现在手里边有多钱 就两万了 两万就两万 好 月光 进吧 走 真好看 有下看走 哥 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我发起吧 叫小五 想跟着咱们一起干 没问题 有钱咱们一起挣 哥呀 好不容易凑上这八万 你看能不能跟你哥们刹了刹的 就是能不能打个八折刹的 这哪有打折的啊 哥 你一定能帮我们工作 这是我们家乡的主客 这八折刹的 这些东西啊 你们拿回去 哥不需要 打折这个事呢 根本是不可能 咱这样啊 你们那两万块钱 哥先给你们垫上 等你们挣钱来 你们再还我们不就完了吗 哎呀 哥呀 啥也别说了 表示 谢谢哥 你这是干啥呀 快起来快快快 快起来来 兄弟来 哎呀 你这用不着吧 兄弟啊 哥今天晚上 领你们去个好地方 预祝一下咱们 发大财 好 兄弟 过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兄弟啊 看哪个好 这是 啥意思啊 兄弟啊 跟着杨哥出来 就是开心 今天晚上咱们怎么开心 咱们就怎么玩 你看哪个好看 多于好看 我是说在你心目当中 你看哪个最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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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哥 不是那个 我说他 身后那个 你什么 小云 还你 对 导臉 玩 来 吃火锅 兄弟一杯啊 哥 你给他过牌 哥 你要到皇家里面到了 开吗 开 哥 这酒得多钱呢 不贵 一千五一瓶 一千五还不贵 太贵了 退了 来了散白得了 兄弟啊 这不是小吃不如 以后你跟着杨哥 挣大钱了 这一千五算钱吗 进杨哥一杯 来来来 来 公开 大哥 哥 认识 认识 他呀 是我的合作伙伴 是本市 最著名的企业家 资产过亿啊 哪一啊 我去给他打个招呼 好 那哥用我给你去吗 不用 你喝 好 哥 来 咱俩喝酒 来 哥 我干了 资产 caught 人 资产过 高 吗 ek Wieder 没 玩 饭 喝这个 喝这个 喝皮点 这个 喝这个 能不能给我留点 美好的回忆 来加油 加油 多大了 二十 如花的年纪啊 找到另一半的吗 另一半 当时不少找 就是一直没有合适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你看你年纪多好 听歌一句劝 找个好人嫁呢 别当小姐了啊 你有病啊 我是杨哥妹妹 我给你喝 我给你喝 来来来 出来出来 我会给你吃了 你喝出来 来来来 你喝出来 来来来 一千五一瓶啊 你老过来抢啥呀 起来来 起来来 兄弟啊 咋的了 一千五一瓶 非得过来抢 摔摔里面还有半瓶的 我的妈 我以为多大事呢 服务员 再来一瓶 老妹啊 我刚才不是说你是小姐啊 只不过是你长得像 你有病啊 是不是没来上班呢 大大叔这么干净呢 咱俩是不是被骗了 好 你们干嘛的 银呢 啥银啊 这什么糟糊涂 里面没有银啊 大哥 大大里面没人 大大里面没人 大哥 你们要找谁啊 你们了 那你要干啥呀 你不是说没人吗 大哥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啊 大大 大大大 大 大 大大 大 大 大erry 大 大哥 我不知道是你媳妇儿啊 我再也不敢了 兄弟 对不起 误会 大大 你不是要救你自己吗 姚军 小五是哥害了你啊 你原谅我吧 只要你能原谅我 你要我做啥都行 真的 陪我一起死 小五都是哥不好是哥害了你啊 但是我们未来灰心 跌倒了才爬起来 你是不是反悔了 不想陪我一起死了 哥打你的事 什么时候反悔了 但是我总觉得吧 我们不应该亲眼放弃 再努力一次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只要一死一两半两 再想想办法 说什么都没有用 小五 小五 撒开 小五 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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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名 之后 走 敌人 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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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上哪儿来 这 哥 你别激动 哥 哥呀 哥 怎么了 哥 干什么 喝水来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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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吧 以后再不冲动了 哥 以后再不冲动了 哥 消消气 哥 消气 对不起 哥 对不起 我废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哥 我废了 来 吵什么呀 要不然包皮太长也不卫生 割了更好啊 不许吵了 这里是医院啊 哥 我以后就听你的 你说咋办就咋办 啊 啊 别动 趁着 都是因为这个杨军 他能骗我吗 我没有 别人